线上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开奖 平凡假案系列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法税改革 由您的关心 法税改革必定成功 台湾人民 对司法的补兴认度高达85% 税法更是严重 在台湾 人民打税务诉讼 更是输到家破人亡 毫无人权尊严可言 在国外 人民跟政府打税务诉讼官司 人民胜诉率 德国44% 捷克50% 荷兰30% 丹麦60% 印度50% 而台湾只有 0.03% 根据以上数据 不难发现 台湾人民 在税法上 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陈先生一直以 不知心的技术顾问身份 无偿参与协助一间公司的运作 2010年3月间 他代表公司赴美参与商业发表会 公司与AP公司 以AI专利签约授权取得高额授权金 并汇入公司国外户头 没多久 国税局的税单寄来 竟以他漏报2005年至2009年度 个人薪资所得 并不科 中所税 并累加征 罚还 够 264万余元 事实上 陈先生根本未收受该公司任何薪资 向国税局申请复查 结果却都一样 与律师、会计师一同前去国税局商谈后 税单降为122万 但陈先生选择控告国税局承办人员 及其长官未早文书 并在2010年9月刑事法院一审获得胜诉 国税局人员未在上诉 起料引来报复行为 2009年11月底 该公司负责人过世 原负责人生前说要将公司转让给陈先生 也将公司之不动产 房地所有权状又给他 陈先生需在2010年11月底前 完成负责人移转 经济部办理负责人变更登记成功后 由于国税局人员对陈先生控告其等伪造文书已是怀恨在心 因此向国税局办理变更登记时 则借口该公司税务委员 并查阅2005年至2010年会计账务 拖延时间故意刁难 不让他变更负责人登记 更以公司欠税为理由 移送行政执行署进行强制执行公司名下全部资产 不动产地 在陈先生未接获通知的状况下 遭国税局与行政执行署 强行拍卖 并过户给他人 公司银行账户 顶存款项也被强制执行 截缴给国税局 一夕之间 公司财务通通没了 陈先生未取回资产 打行胜诉讼 2014年仍遭最高行政法院 判决败诉 全民不可不知 国税局官员应该依法行政 不得假借之权 利用职务上的机会 损害人民的权益 辞在公务员服务法第六条 有明确规范 本案当事人 应搜集国税局的违法滥权证据 向监察院陈勤 或法院提出告诉 并请求损害赔偿 税官掌握强大公权力 本件已涉及公务员服务法之滥权失职 监察院应调查纠正外 应于税捐基征法第43条定定罚则 以防范赌绝违法 磕税侵害人权 税务人员滥权开立违法税单 祸害人民 像陈先生这样的税灾户不胜美举 接下来我们请全台湾受税暴力迫害 长达26年的太极门人 来分享他们被迫害的心酸血泪史 主持人好 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在太极门找回了心、生、灵的健康 我的师父洪道子博士 除了爱弟子 更爱我们的国家 师父带领着我们 在国内外推广良心文化 希望每个人凭着良心、做人、做事 带给全世界的人民幸福、安康 我们师徒自利、自费 走遍了世界五大洲 共101个国家 宣扬良心、文化、散播、良善的种子 让很多人了解台湾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与传承 以及对爱与和平的追求 提升台湾的知名度 以及国际形象而努力者 我们都爱台湾 希望台湾越来越好 在台湾民主制度下 有预装预为台湾税法228的太极门 预税假案 至今25年 还没有平凡 太极门市武术修行团体 根本就没有税的问题 民国85年 当侯宽人检察官 仅凭不实检举 即滥权违法 搜索太极门盗管 并制造假证人 假证据 罗资罪名 将掌门人夫妇 及弟子提起公诉 并把案件移送国税及违法课税 幸好有良心的法官 明察秋毫 本案于民国96年7月13号 法院三审判决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确定 还给太极门师徒清白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 也是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 正式运作的第一天 上午10点 立委康世如带着近百位 太极门阿公阿嬷及小朋友 齐聚监察院请愿 大家都可以骗得到 这些都是事实 你们的认定 我想跟事实的出处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 他们坚扛着扁担 里面装有上万份 太极门弟子的赠与书正 并将一把象征 斩奸除恶的上方宝剑 一起送往总统府 成为人权咨询委员会 首件澄清案件 他们期许该单位一间扛起 护卫人权的担子 为人民平反冤屈 14年来 人权遭受严重迫害的太极门弟子 再也忍受不了 他们希望政府能还给他们一份公道 更期盼台湾人民 不要再像他们一样 受到同样的人权迫害 以上是记者在现场为您所做的报道 为什么法院都判我们无罪无欠税 财政部国税局 仍然咬着81年的税不放 更因此将太极门在苗栗的土地 强制拍卖后收归国有 这是一种强大的行为 实在不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该做的事 行政执行署及新竹分署 甚至无视太极门 数次提出声明异议 一再的告知 一再的告知 依据强制执行法 不得为查封及拍卖之理由 但执行署仍蛮恨违法超额查封 甚至将苗栗之修行道场 议定地违法拍卖收归国有 以严重侵害普世人权 信仰自由 公务人员这种作为 实在令人心喊 我在此恳求小英总统 政府官员有错就要改 千万不要包庇 不要以错再错 所有道馆均是太极门师徒 传道修炼之场所 相当于教会的礼拜之场所 请实现你所说的 转型正义将 109年8月21日 被执行署违法强行拍卖 收为国有的太极门 苗栗修行一定地还给人民 否则将严重侵害人员 人民信仰自由 让我们亚洲民主灯塔的美誉 谋修啊 静思理是属于正义而不是守得 就没有所谓的守得税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已经经过 法院的刑事的 这个包括起诉审判的过程里面 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不要再去绕圈子 去做一些其他不必要的动作 太极门事件啊是由你启头的 搞了18年还没定案 是什么道理啊 抱怨 如果你国税几对 你财政部队 怎么会搞到18年还没定案呢 抱怨 那如果不对 那你应该赶快了结啊 没有错 这个案子历经时间很长 还有一次啊 为了这个执行啊 你本身啊 还修改公文书 把那个确定执行 那个日期把它提早 修改公文书提早 先下手为强 我看到公文书 我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立刻把它塗掉 再改日期提早 我扛上去执行 世界上有这种 税务人员 有这种税务机关吗 开玩笑嘛 18年了 那我问说 你这个18年啊 图令啊 这个造成哪一个律师赚多少钱啊 你们什么大户的 本案律师失踪费用 因细数某位律师本人的所得资料 以税件基层法33条规定 本级应付保密责任 我是国会议员 我是立法员 我说你那个单位 这一项支出 一共支了多少钱 你说那是所得者 的机密资料 牛头不周围 本末导致 这样也忽隆我 一般人没办法了解 整个情况 委员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亲自来跟你报告 然后把证据弹给你看 带五个国税机来跟你 用假如 我找当事人 他们的这个实际上 被你冤枉的 受苦的人 没有冤枉 这个已经解决了 92%了 以前解决的 我还要帮你 帮他追溯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你赶快 赶快该怎么样 赶快怎么样 没有那些在 那些在 18年 你就没有 那个在行政法院 政府对人民 搞18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 一定的 在行政法院 在诉讼中 投降就不要硬拗了 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 什么叫硬拗呢 你就是没有道理 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 什么时候叫你投降 你们可以到监察院的网站去看看 我有七点的纠正 每一个纠正的时候 国税局就说 啊 我们呢 弄错了 我在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跟财政部长讲 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了 他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个 那个奖金我拿了 然后呢 要扣税也是扣你们的 中规短片 in any situation that I have seen in a Tai Chi Minh tax case it is not due process is due process is you get the evidence first and then you make an arrest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accuse a human being in a civilized society of raising goblins the mere statement of that would cause individuals and should cause individuals to question the sanity of the prosecutor and in any court of law such an absurd allegation would be thrown out it is not due process for the NTB to issue tax bills and to continue to issue tax bills based on allegations of an indictment that have been thrown out in three separate criminal trials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have the interagency group get together from all of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aiwan to finally address the persecution of Tai Chi Minh and agree on a process for doing that through a survey and then falsify the results of that survey that is not due process for the Taipei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and a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to rule in favor in Tai Chi Minh and then do what send it back to the same individuals and authority that issued the tax bill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collected bonuses for those tax bills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be caught on this treadmill of remand by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s back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back again and it's never ending treadmill where individuals at the Ministry or any other tax officials can reissue the same bills time and time again and causing taxpayers time money and concern for decades I'm hoping that through forums like this and through information that your new president will or the new finance minister will see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end this persecution 大家都知道黑道很可怕 但黑道終究會受制於國家公權力與法律的牽制 然而真正可怕的是 常態性違法執行公務的行政機關 不僅不會受到處罰 違法行徑如入無人之境 受害者皆束手無策 這才是真正令人民驚恐憤怒 且直接威脅到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掛牌槍道 股稅局、行政法院及行政執行署 三大共犯結構 嚴重違法濫權 真正實際帶給人民的傷害更甚黑道 我們期盼公務人員 良心覺醒 勿傷害善良百姓 找回人性光輝善良的一面 用慈悲心善待自己 也善待他人 最後我們以一首 愛與和平之歌獻給歐洲地區所有人民 期盼用良心與愛化解干戈 早日回到沒有悲傷、沒有痛苦、沒有戰爭的祥和世界 佛信聖文 詞曲 李宗盛 請,李宗盛 曲,李宗盛 唔,李宗盛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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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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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